用生命引领生命 杨爸爸育儿 你好 我是董俊佐 本节课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睡眠不佳 我们的人类一生当中 一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那睡眠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尤其对孩子来说 睡眠可以促进老部的发育 也可以去促进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 不光老部 那对我们成人来讲 他可以快速地恢复我们这个体力和精力 凭使我们这个记忆力 也是要靠他来巩固的 那另外就是他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我经常在临床中给我的学生讲 一个人好好地去吃饭 就是你的饮食有规律 吃饭很香 这个可以产生一个气血 但是你产生的气血就相当于你在生活中 你去工作赚到了钱 赚到钱 你得把它存起来才是你的 你要是花掉了 很多人是月光 花掉了 你没有钱 剩余下来 那你自身的这个财力 是不是 你是没法增长的 比如说你现在想买个房 你要买个车 你没有钱怎么能做到呢 所以说睡眠就在这个地方很关键 它就相当于把你赚到的钱要存起来 你不存起来就被花光了 花光你就没有结余 那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没法去面对 你如果说没有好的睡眠 你的记忆力一定会明显下降 你想一个人长期睡饱觉 他的免疫力肯定是很差的 一有点风吹草动 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说一旦睡眠不好 失眠了 那就会很多时候影响到你的情绪 你会发现你睡不好觉的时候 非常容易发火 心烦 易燥 一个人睡不好觉 心情不好以后 更容易扶持乱想 对不对 你躺在那睡不着 那你肯定会东想西想的 所以现在比较常见的抑郁症 焦虑症 都是先由失眠导致的 你因为睡不好觉 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我们都知道之前 小崔同学 是吧 他这个有抑郁症 整晚睡不着觉 其实只是因为是名人 比较引起我们的关注 根源很多时候 还是因为这个 失眠 你一旦睡不好以后 整个人的身心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失眠 不只单纯说 让我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它还会导致很多这种 新生的疾病 比如我们现在很常见的 心脑血管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尤其我们的内环境 它容易紊乱 用西医的话讲什么呢 这个要交感神经容易兴奋 那你各种内脏器官的功能 就开始紊乱了 所以说 你想要一个人健康 不光是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都需要改善我们的睡眠 所以很多时候 你鉴定一个人的睡眠 好不好 是从他的睡眠质量来判断的 就是你第二天早上 是不是自然醒过来 然后是神心气爽 精力很充沛 头青慕名 这样的话 说明你的睡眠是不错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说 你要睡个八个小时 或者说是你要睡个六个小时 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 跟这个没有关系 接下来 我就给你讲讲 处理这个问题 需要用到哪些手法 后面会有视频的演示 具体怎么应用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就是 你具体的症状 当然你会看 使用相会更简单一些 有的人 心中容易烦闷 入睡困难 然后睡着了呢 梦有很多 一看舌头 舌尖比较红 这样人一般来讲 干活也会比较旺 脾气不太好 容易急躁 易露 那这样的 你就可以给他做 头部的刮痧 如果你没有刮痧板 也可以用五个手指 来梳头代替 弹中刮 刮内关 配合排打肝胆筋 我们这期课 所用的刮痧手法 每一代 只刮 25到30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手法 相对比较轻柔 可以适当地增加到 每一代刮50下 记住 不要强求出纱 只要皮肤潮红 就可以了 如果出纱了 就要暂时的停止 等到纱退以后 再刮下一次 不可以带纱刮纱 那有些人 他舌尖不红 两边还有齿痕 他也睡不好 对吧 睡得也很浅 梦多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中医说的什么 思虑过度 导致这个心疲两虚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 睡前轻手法 揉一下腹部 腹部抹腹这样子 手法轻柔 还可以配合我们的 神门啊 血海啊 三阴胶啊 这些穴位 手法也比较轻柔的 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 健脾 易血 养心 安神的功效 我们这节课 加强的穴位 可以采用 拔罐 或者是手法 暗柔来刺激 拔罐的话 留罐 三到五分钟 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 用手法 来代替 暗柔三到五分钟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中医经常 还讲什么呢 叫胃不合 物不安 就是你晚上 不要吃太多东西 你吃太多东西以后 这也吃得太多 它到这个 肠胃里面 它没有 及时地去 运化掉 所以说 瘀制以后 它就会化火 这个火 就会扰到 我们的这个 心神 那你 入睡就会有问题 这样的人一般 脾胃这个地方 就是中胶 它是有瘀制的 你看舌胎啊 它就容易 这个地方 舌胎比较厚力 那这样的人的话 你就要 加强做 腹部五代瓜 还有就是 你要改变自己的 饮食习惯 晚餐 不饿就不吃 或者少吃 要吃的话 可以吃得清淡一些 容易消化 有的人 半夜容易醒 但你醒的话 就得看时间了 比如说 你是 早上的一两点醒 这个时候 对应的是我们的肝胆经 那么这样的人 拍打肝胆经 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说你是 三到五点这个时候醒 那就是肺经的问题 肺经不通 导致的 那你这个 就要配合梳理肺经 所以你去 一一去对应 自己 属于哪种情况 然后去加强 去做疏通 只要你坚持 然后睡前 你不要紧张 睡眠 一定会逐渐改善 以上 就是本节课程 需要用到的手法 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 手法的演示 好 我们接下来 讲一下刮头 刮头话 平时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需要先把眼睛闭起来 为什么要闭眼 闭目可以养神 要先让人把神收回来 那么闭眼以后 我们首先刮的第一个穴位 重点穴位 是我们的百慧穴 百慧在两耳间连线的终点 跟印堂这条一条线 在督脉这个位置上 另外就是在百慧的前后左右 还有个境外齐穴 叫四神聪 你经常刮以后 可以让你变得更聪明 更有智慧 那你刮的时候 抓板要注意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板 像握在手里的感觉 这个时候 用这个区域 去接触你的皮肤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食指放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把中指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板压 板杆才会更强 我们操作一下 我的话是习惯用食指去压它 那么我们中线刮的是肚脉 往两栽再走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的膀胱筋 那百慧穴 经常我们临床用来还可以生养举腺 什么叫生养举腺 比如说女性到一定年龄以后 她有子宫的脱垂 或者说你的胃下垂 这一块 我们都可以通过百慧穴来调整 很多女性在生孩子以后的 在产期的时候 就刚刚生完孩子 坐月子这个时候 排便以后 经常会有脱缸 脱缸也是一样的 也是因为你的中气不足 中气不足 不能把它拉住 不能往上举 所以它就掉出去了 很多人以为脱缸是外置 这其实就是脱缸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通过按压百慧 按压百慧的同时 那你可以用手去按它 也可以用刮刷板去点柔 或者是就这样子从上往后刮 刮的同时 你可以做一个提缸的动作 提缸有个技巧 就是你要想着这个气 从足底的涌泉穴吸起来 鼻吸鼻呼 鼻子吸气以后 提起来以后 稳住 尽可能坚持的久一点 就像我现在就提缸了 稳住以后 然后慢慢慢慢的 坚持不住以后 慢慢的放松 这个时候呼气的时候 也是用鼻子呼气 你可以边刮百慧的时候 边做提缸的动作 那很多 不管你是脱缸 还是脂肪脱锤 还有一点 就是经常的便秘 现在很多人的便秘 实际上是气虚 这个动作 你刮头再加上提缸 每天如果你能坚持15分钟 基本上你大便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掉了 你的便秘 便后不进的问题 就会明显的改善 这就是我们的中线 多脉 百慧 两侧 膀胱筋 那侧面 还有我们的胆筋 中医讲 胆为中正之关 胆主决断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老师没有决定的时候 你会习惯的抓头 是吧 两侧一抓 一牢 突然有了 这个事情我要这样做 就有了一个决定 所以说经常可以来 做一些疏通 把我们的胆筋做疏通 可以提升我们的中正之关 决断的能力 好 我们的刮头就演出到这里 好 来我们这家的演示 是蛋中刮 蛋中刮 在我们胸部这一块 那么胸部这一块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胸蟹 人的衰老跟胸腺 关系非常大 如果说是一个七八岁的老人 那么他的胸腺的话 大概就一张纸这么保 所以说你经常刮 蛋中这个区域 可以延缓衰老 那么蛋中穴 在我们两种连线的终点 在两种连线终点 蛋中 我们讲气会蛋中 然后这个地方 为诚实之关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一个开心的穴位 你经常分气啊 或是坐在这个地方以后 像我这样子 窝在这个地方以后 我经常讲 很多人 这样长时间 寒胸以后 就会变得心胸狭窄 你想 我们本来这个胸部 应该让它打开的 你这样长期寒这以后 这个地方就变窄了 所以你会经常觉得 胸闷气短 胸闷气短 什么是胸闷气短 有的人 你像我平时临床一看 一摸脉 我说你这个胸闷气短 他说没有 我说很简单 你往那做正以后 你把嘴巴递起来 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你感觉一下 有没有让自己的整个胸腔能吸满气 很多人是 尾气不足的就是 没了 吸得很短 所以你在做蛋中刮的时候 你可以做之前 你可以先做个深呼吸 刮完以后 你再来感受一下 你会发现 自己可能在了生命的感觉 那个空气 一下子可以吸得很满 空气也很新鲜 那么刮蛋中刮的时候 注意的是 你把板 一把抓以后握好 然后拇指放在板 跟皮肤接触这个位置以后 然后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 你在家的话 自己可以用上润肤乳 或者说是刮砂油 我明白讲 刮砂油 只要是可以食用的油 都可以用来刮砂 就是几个润滑的作用 当然你如果专门配上 调理的药油 就更好 你从上往下刮 刮一条 再正中线 那么旁开0.8寸 也就是说 大概你一个拇指的 宽度的距离 我们再来刮一袋 再来刮一袋 来这个地方 去刮 大概每一袋 刮25到30下 另外就是 我们的内间隙 我们的内间隙 你自己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用 这个板的后脚 前面的这天隙 它是往上的 那么我们把 这两个指头 比喻成两个肋骨 那么我们要刮的位置 是在两个肋骨之间 两个肋骨之间 所以这个板 可以直一点以后 这样子 现在往上刮 那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的乳线 这个地方 有不明的走块 或者说你去检查的时候 知道这里有 我们的乳线纤维瘤 或是乳线结解 那你尽可能的 避开这个肿块 不要去刮局部 我们在讲课程的时候 会专门告诉你 通过疏通对应了 经络的穴位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明白 这个地方找到一个肿块 它其实 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可能是整个道路不通 堵车了 然后导致这里的问题 所以你把该疏通的地方 疏通开 这块自然就消失 自然就消失 所以说刮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避开肿块 另外就是 乳头和乳银部位 它是净刮的 好 那我们的 单证关系也知道在这里 我们的内观穴 内观穴是我们 也是圆形胞筋 在哪里来 在我们腕痕纹 上面两个拇指的距离 那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可以仔细去摸一下 内观 如果经常分闷起来 你可以在 在两根大筋之间 这个位置摸到一个结节 你可以仔细按揉 会有个结节 让它非常酸痛 那么自己 可以用手指按揉 也可以用这个刮刹板 那个大的这个角 进来给它一点揉 现在点揉 还可以用板抹上 刮刹油以后 给它做疏通 那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肝胆筋的拍法 胆筋在我们外侧的中线 是相当我们的那个枯缝 肝筋呢 刚好在我们内侧的中线 那平时拍了肝胆筋的很多人 只拍了胆筋拍下去 那么一般 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希望同时做的 因为你的胆筋下去以后 就交给了肝筋回来 你胆筋堵了 一定是因为肝筋先堵 因为肝筋是胆筋的去路 之后去路被堵住以后 才能到我们的胆筋 所以拍的时候 我们臀部两侧 你手一定要握成空拳 一定要握成空拳 不要握成实心的空拳 你听我的声音 拍大出来的声音 慢慢通过膝关节 一直到了怀关节以后 转过来 从内侧 上来 把复个钩也轻拍一下 然后再过来 胆筋拍下去 从内怀又回来 然后复钩 那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拍 臀部这块的时候 这个地方 要重点拍打到 慢慢下去以后 膝关节上下 要重点拍打 反回来以后 也是在膝关节上下 重点拍打 然后再上来以后 复个钩 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重点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 肝胆筋的拍打的方法 我们终于会讲说 哎呀 你这个人睡眠不好 因为心肾不交 心肾不交 心怎么调 我们有 手梢筋心筋 在我们 手梢筋心筋 什么 靠小指 靠小指这一侧 内侧 那是我们的 手梢筋心筋 手梢筋心筋 有个很重要的修业 叫神门穴 它是我们手梢筋心筋的 圆穴 那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手腕的暗横 这个外横纹这个地方 哎 这个位置 神门 还有一个什么呢 零到 那么我们自己做调理的时候 很简单 这个挂扎板 这个凹槽 哎 我们把它卡进来 卡进来 哎 你看 卡进来 就可以梳理到我们的手梢筋心筋 我们讲一下血海血 血海要怎么找 你可以屈膝以后 用你的右手放在左边膝盖的下面 把这地方暴露以后 拇指压的位置 就是我们左侧的血海 啊 这是我们左侧的血海 那如果你要找右侧 你就拿左手来 就好找 啊 就好找 我们的三音胶 啊 三音胶在 先找到内怀间 我们的四横指过来以后 摸到 我们的 颈骨 颈骨的后缘 就是三音胶 那么 可以用手去按揉 可以用手去按揉 也可以用挂扎板的后脚去叠 还可以 拔罐 啊 你如果说觉得按上去太累 那么省事一点 你就可以给自己拔罐 这个流罐的话 可以留个五到十分钟 跟你自己的情况啊 耐受度 就注意 尽量不要让它起水泡 啊 但有的人湿气太重的话 有可能一拔 三五分钟 它也会起水泡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太紧张啊 它没有 没有什么副作用 反而效果也很好啊 效果也很好 那这是我们的三音胶 啊 你可以按揉 可以去刮杀 可以拔罐 反正只要你刺激到它就可以了 啊 这是我们的三音胶 好 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 腹部五的刮 那么我是站在这里面演示啊 你在家的话 躺着坐 也可以的啊 坐着也行 腹部五代 首先是我们中线的 韧脉 那么中线韧脉的话来 你要分两段来刮 从我们的九尾 就是这两个肋骨 中间这个地方 九尾七百 到肚脐 然后下去以后再 从肚脐往下 然后再做 两边 肚脐旁开两寸 是我们的胃筋 肚脐旁开四寸 是我们的脾筋 那么五代就刮了我们的韧脉 和侧面的胃筋和脾筋 左边也就一样 那你如果想要瘦身 腹部五代 还不太够 侧面还有我们的代脉 这个时候我教你们一种 握板的方法 你把这个板 薄的这个地方 放在我们的大鱼器这个地方 这样抓住以后 从外往内刮我们的蛋白 这边也是一样的 其实你做这一块的话 经常一块板在身上 有时间就拿出来刮 有时间就拿出来刮 你刮腹部五代 也可以用这个抓板法 我们这样一把抓住的这块 抓板法可以用 用大鱼器来用的 也可以用 这样子也可以用 腹部五代刮 作为腹部减肥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 你的便秘 或者是肠道这块不好 也一样 效果非常好 只要你能静下心来 坚持每天去做 如果说 你不想每天做 那还是一样的 那你就抹上刮茶油 让他出杀 让他出杀 然后杀退以后 你再做下一次 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的演示就到这里 我们下来演示一下 肺经的疏离 我们的手太云肺经 起于中胶 下落大肠 还须胃口 然后上隔 从这个地方 中腹温门出去 出去 事实上来来 我们的手的内侧 靠近 大拇指这一条 大拇指这一条 那么我们用 观察板梳理的时候 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隔着衣服 而且不用去纠结 你要找哪个穴位 你要找尺责 找孔罪 荆棘太阳 不用不用 你就一摆下去 长点可以直接到 通过我们的鱼记 到哨上去 就要一直梳理 如果说你不想 每天梳理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隔一座 你就直接在皮肤上 抹上我们的刮纱油 然后直接去做 因为你刮纱 出纱以后 这个地方又不需要 行李去做了 等到这个纱消退以后 再做下一次 所以我们刮纱 有个很大的原则 就是不可以带纱刮纱 一定要纱退以后 再做下一次 那正常的梳理的话 其实就是隔一 就是隔一 隔一以后 然后让皮肤有淘红 或是温热的感觉 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 我们的中辅鱼门这一段 中辅鱼门 其实就是在我们手骨下 大家可以来轻轻推一下 很多人这个地方会比较痛 尤其右侧 很多的右侧 因为我们肺是主要是主降的 所以说 左边以身为主 右边以降为主 最右侧的 这个 锁骨下 这块中辅鱼门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肺出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开肺门 你那可以推一推 也可以用刮纱板 自己刮一下 自己刮一下 两边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刮一下 这就是我们肺劲的梳理 除了手法的处理 我们再聊一聊 日常还有哪些 需要注意的问题 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日常中 很多人有个习惯 喜欢晚上去夜跑 或者是去健身房 锻炼身体 中医反复强调 春生下涨 秋收冬长 我们一天也是有四季的 有时 这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 下午到五点到七点 就是十七点 到我们的十九点 已经是秋天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要 收敛自己了 那你这个是跑到健身房去 大人的出汗 或者你夜跑 出一身大汗 当时是觉得自己身体 比较舒坦 因为你做了一个宣泻 但是你一扰动了我们身体的洋气 这个是不好的 睡眠不好的人 建议要改掉 但是也有一部分说 我就觉得晚上跑完步以后 睡眠很好 我就喜欢去累 这样跑完以后 倒床上就睡着了 你要明白一点 你最终睡眠的目的 是让自己的经历越来越好 不是仅仅是为了睡着觉 你跑上一年步 你可以看看你的身体 夜跑一年以后 你可以对比一下 身体有没有比之前更好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那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促进睡眠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睡觉前 选择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来静坐 静坐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大拇指 就是我们握拳 握拳 大拇指握在我们的掌心 握在掌心以后 你静静地去感受 我们拇指指尖的一个脉动 你就感觉 你发现拇指在跳动 那你守住这个脉动以后 调整自己的呼吸 然后让自己的呼吸 慢慢变得又深又细又长 很均匀 你可以感受一下 每天花个几分钟十分钟这样子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静下来 总的说来 关于睡眠 你们记住一个大的原则 天清地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头要凉 脚要暖和 还要温暖 很多睡不好觉的人 脚是凉的 脚是凉的 那所以说很多人 晚上睡觉前 他泡一个热水脚 他觉得睡眠会改善 就是这个原因 泡热水脚的功效 就是让你的脚暖起来 把上面的热 降下去 把它引下去 有点像这个 引火归缘的这个感觉 那么你们注意点 晚上泡脚 可以赶上睡眠 但是 不可以出汗 或者说只能有点微微的 这种汗 就好了 千万不要贪 不要贪 因为快要出汗的时候 感觉是很舒服的 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不要贪 讲到这儿的话 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现在很多人 不是入睡困难 是你错过了 最佳睡觉的时间 真正养生来讲 你要知道我们古时候 它是没有电灯的 对不对 古人睡得很早 什么时候睡觉呢 应该是亥时 亥时什么时候 就是晚上的九点 你那里想 九点钟怎么会睡觉呢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 很多人 在亥时的前一个时辰 叙事 也就是七点到九点这段 很多人就很困了 简直觉得这个眼睛睁不开 因为种种原因 你可能需要工作 或者你认为这个时候 不应该睡觉 所以你没有睡 好了 等到你到了九点钟以后 你突然发现 自己越来越精神 睡不着了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不睡觉 十一点是没办法 必须得睡 结果躺床上睡不着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 尽可能在需要睡觉的时候 第一时间去休息 你不要考虑说 我现在才七点钟 我怎么能睡呢 万一十一点醒了怎么办 不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你就是需要睡觉 这个时候 而不是在那硬扛 然后超过这个时间以后 好了 把原本储存的气血 又掉出来用了 你反而睡不着觉了 那你第二天起来 很多人起来以后 什么呢 头昏脑胀的 是吧 反应也迟钝 精神又很疲惫 那这样的睡眠质量 就很差 很差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错过 最佳的睡眠时间 最佳的睡眠时间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的主题是 月经不调 用生命引领生命 养爸爸育儿 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医 主动上手实践 变成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养爸爸 养爸爸 用生命引领生命 养爸爸育儿 你好 我是董俊佐 本节课 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睡眠不佳 我们的人类一生当中 一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那睡眠对于我们人体 的健康来讲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尤其对孩子来说 睡眠可以促进 老部的发育 也可以去促进孩子的 这种生长发育 不光老部 那对我们成人来讲 他可以快速地 恢复我们这个体力和精力 平时我们这个记忆力 也是要靠他来巩固的 那另外 就是他可以提升 我们的免疫力 我经常在临床中 给我的学生讲 一个人 好好地去吃饭 就是你的饮食有规律 吃饭很香 这个可以产生一个气血 但是你产生的气血 就相当于你在生活中 你去工作 赚到了钱 赚到钱 你得把它存起来 才是你的 你要是花掉了 很多人是月光 花掉了 你没有钱 胜余下来 让你自身的财力 是不是 你是没法增长的 比如说你现在想 买个房 你要买个车 你没有钱 怎么能做得到呢 所以说睡眠 就在这个地方很关键 它就相当于 把你赚到的钱 要存起来 你不存起来 就被花光了 花光你就没有结余 那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没法去面对 你如果说没有好的睡眠 你的记忆力 一定会明显下降 你想一个人 长期睡饱觉 他的免疫力 肯定是很差的 一有点风吹草动 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说一旦睡眠不好 失眠了 那就会很多时候 影响到你的情绪 你会发现 你睡不好觉的时候 非常容易发火 心烦 易躁 一个人睡不好觉 心情不好以后 更容易扶思乱想 对不对 你躺在那睡不着 那你肯定会东想西想的 所以现在比较常见的 抑郁症 焦虑症 都是先由失眠导致的 你因为睡不好觉 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我们都知道 之前小崔同学 是吧 他这个有抑郁症 整晚睡不着觉 其实只是 他是因为是名人 比较引起我们的关注 登元很多时候 还是因为这个失眠 你一旦睡不好以后 整个人的身心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失眠 不只单纯说 让我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它还会导致很多这种 心生的疾病 比如我们现在很常见的 心脑血管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尤其我们的内环境 它容易紊乱 用西医的话讲什么呢 这个要交感神经容易兴奋 那你各种内脏器官的功能 就开始紊乱了 所以说 你想要一个人健康 不光是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都需要改善我们的睡眠 所以很多时候 你鉴定一个人的睡眠 好不好 是从他的睡眠质量来判断的 就是你第二天早上 是不是自然醒过来 然后是神清气爽 精力很充沛 头青慕名 这样的话 说明你的睡眠是不错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说 你要睡个八个小时 或者说是你要睡个六个小时 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 跟这个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就给你讲讲 处理这个问题 需要用到哪些手法 后面会有视频的演示 具体怎么应用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就是 你具体的症状 但你会看舌相会更简单一些 有的人心中容易烦闷 入睡困难 然后睡着了 梦有很多 一看舌头 舌尖比较红 这样人一般来讲 干活也会比较旺 脾气不太好 容易急躁 易露 那这样的你就可以给它做头部的刮痧 如果你没有刮痧板 也可以用五个手指来梳头代替 梳头代替 弹中刮 刮内关 配合拍打肝胆筋 我们这期课所用的刮痧手法 每一代只刮25到30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手法相对比较轻柔 可以适当地增加到每一代刮50下 记住不要强求出纱 只要皮肤潮红就可以了 如果出纱了 就要暂时地停止 等到纱退以后 再刮下一次 不可以代纱刮纱 那有些人 他舌尖不红 两边还有齿痕 他也睡不好 对吧 睡得也很浅 梦多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中医说的什么思虑过度 导致这个心疲两虚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 睡前轻手法 揉一下腹部 腹部抹腹这样子 手法轻柔 还可以配合我们的 神门啊 血海啊 三阴胶啊 这些穴位 手法也比较轻柔的 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 健脾 易血 养心 安神的功效 我们这节课 加强的穴位 可以采用拔罐 或者是手法按揉来刺激 拔罐的话 留罐 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法 来代替啊 按揉三到五分钟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中心 那我们中心经常还讲什么呢 叫胃不合 恶不安 就是你晚上不要吃太多东西 你吃太多东西以后 这些吃的太多 它到这个肠胃里面 它没有及时的去运化掉 所以说 所以说 穴质以后 它就会化火 这个火就会扰到我们的这个心神 那你入睡就会有问题 这样的人一般 脾胃这个地方 就是中胶它是有穴质的 你看舌胎啊 它就容易 这个地方 舌胎比较厚利 那这样的人的话 你就要加强做 腹部五代瓜 还有就是你要改变 自己的饮食习惯 晚餐 不饿就不吃 或者少吃 要吃的话 可以吃得清淡一些 容易消化 有的人半夜容易醒 但你醒的话 就得看时间了 比如说 你是早上的一两点醒 这个时候 对应的是我们的肝胆筋 那么这样的人 拍打肝胆筋 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说 你是三到五点这个时候行 那就是肺筋的问题 肺筋不通 导致的 那你这个 就要配合梳理肺筋 所以你去一一去对应 自己属于哪种情况 然后去加强 去做疏通 只要你坚持 然后睡前你不要紧张 睡眠一定会逐渐改善 以上 就是本节课程需要用到的手法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手法的演示 好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刮头 刮头的话 平时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 需要先把眼睛闭起来 为什么要闭眼 闭目可以养神 要先让人把神收回来 那么闭眼以后 我们首先刮的第一个穴位 重点穴位 是我们的百慧穴 百慧在两耳间连线的终点 跟印堂这条一条线 在督脉这个位置上 另外就是在百慧的前后左右 还有个境外脐血叫四神冲 你经常刮以后可以让你变得更聪明 更有智慧 那你刮的时候 抓板要注意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板 像握在手里的感觉 这个时候 用这个区域 去接触你的皮肤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食指放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把中指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板压板杆才会更强 我们操作一下 我的话是习惯用食指去压它 那么我们中线刮的是肚脉 往两栽再走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的膀胱筋 那百慧穴 经常我们临床用来 还可以生养菊蟹 什么叫生养菊蟹 比如说女性到一定年龄以后 她有子宫的脱锤 或者说你的胃下锤 这一块 我们都可以通过百慧穴来调整 很多女性在生孩子以后的 在产期的时候就刚刚生完孩子 坐月子这个时候 排便以后经常会有脱缸 脱缸也是一样的 也是因为你的中期不足 中期不足不能把它拉住 不能往上举 所以它就掉出去了 很多人以为脱缸是外置 这其实就是脱缸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通过按压百慧 按压百慧的同时 那你可以用手去按它 也可以用刮刷板去点柔 或者是就这样子从上往后刮 刮的同时 你可以做一个提缸的动作 提缸有个技巧 就是你要想着这个气 从足底的涌泉穴吸起来 鼻吸鼻呼 鼻子吸气以后 提起来以后 稳住 尽可能坚持得久一点 就像我现在就提缸了 稳住以后 然后慢慢慢慢地坚持不住以后 慢慢地放松 这个时候呼气的时候 也是用鼻子呼气 你可以边刮百慧的时候 边做提缸的动作 那很多不管你是脱缸 还是脂肪脱锤 还有一点 就是经常的便秘 现在很多人的便秘 实际上是气虚 这个动作 你刮头再加上提缸 每天如果你能坚持15分钟 基本上你大便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你的便秘 便后不进的问题 就会明显地改善 这就是我们的中线 多脉 百慧 两侧 膨胱经 那侧面 还有我们的胆经 中医讲 胆为中正之观 胆主决断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老师没有决定的时候 你会习惯地抓头 是吧 两侧一抓 一牢 突然有了 这个事情我要这样做 就有了一个决定 所以说经常可以来做一些疏通 把我们的胆经做疏通 可以提升我们的中正之观 决断的能力 好 我们的胆头就演出到这里 好 来我们接下来演示的是蛋中胆 蛋中胆 在我们胸部这一块 那么胸部这一块下面 我们有一个胸腺 人的衰老跟胸腺关系非常大 如果说是一个七八岁的老人 那么他的胸腺的话 大概就一张纸这么薄 所以说你经常刮蛋中这个区域 可以延缓衰老 那么蛋中穴 在我们两种连线的终点 在两种连线终点 蛋中 我们讲气会蛋中 然后这个地方 为诚实之观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开心的学位 你经常分气 或是坐在这个地方以后 像我这样子 窝在这个地方以后 我经常讲 很多人 这样长时间 含胸以后 就会变得心胸狭窄 你想 我们本来这个胸部 应该让它打开的 你这样长期含这以后 这个地方就变窄了 所以你会经常觉得胸闷气短 胸闷气短 什么是胸闷气短 有的人 像我平时临床一看 一摸脉 我说你这个胸闷气的 他说没有 我说很简单 你往那做正以后 你把嘴巴递起来 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你感觉一下 有没有让自己的整个胸腔都吸满气 很多人是尾气不足的 就是没了 吸得很短 所以你在做蛋装刮的时候 你可以做之前 你可以先做个深呼吸 刮完以后 你再来感受一下 你会发现 自己可能在了生命的感觉 那个空气 一下子可以吸得很满 空气也很新鲜 那么刮蛋装刮的时候 注意的是 你把板 一把抓以后握好 然后拇指放在板 跟皮肤接触的一个位置以后 然后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 你在家的话 自己可以用上润肤乳 或者说是刮砂油 我明白讲 刮砂油只要是可以食用的油 都可以用来刮砂 就是几个润滑的作用 当然你如果专门配上 调理的药油 就更好 你从上往下刮 刮一条 再正中线 那么旁开0.8寸 也就是说 大概你一个拇指的宽度的距离 我们再来刮一袋 再来刮一袋 这个地方去刮 大概每一袋 刮25到30下 另外就是 我们的内间膝 我们的内间膝 你自己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板的后脚 前面的内间膝 它是往上的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指头 比喻成两个肋骨 那么我们要刮的位置 是在两个肋骨之间 两个肋骨之间 所以这个板可以迟一点以后 哎 这样子 接着往上刮 那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的乳腺 这个地方有不明的肿块 或者说你去检查的时候 知道这里有 哎 我们的乳腺纤维瘤 或是乳腺结结 那你尽可能的 避开这个肿块 不要去刮局部 我们在讲课程的时候 会专门告诉你 通过疏通 对应了经络的穴位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明白 这个地方找到一个肿块 它其实 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可能是整个道路不通 堵车了 然后导致这里的问题 所以你把该疏通的地方 疏通开 这块自然会消失 自然会消失 所以说刮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避开肿块 另外就是 乳头和乳腻部位 它是净刮的 好 那我们的 在这边关系 也看到这里 我们的内观穴 内观穴 是我们 也是圆形胞经 在哪里来 在我们腕痕纹 上面两个拇指的距离 那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可以仔细去摸一下 内观 如果经常生闷起来 你可以在 在两根大筋之间这个位置 摸到一个结节 你可以仔细按揉 会有个结节 让它去非常酸痛 那么自己 可以用手指按揉 也可以用这个刮刹板 这个大的这个脚 进来给它一点揉 现在点揉 还可以用板抹上 刮刹油以后 给它做疏通 那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肝胆经的拍法 胆经在我们外侧的中线 是相当我们的库缝 肝经呢 刚好在我们内侧的中线 那平时拍了肝胆经的很多人 只拍了胆经拍下去 那么一般 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希望同时做的 因为你的胆经下去以后 就交给了肝经回来 你胆经堵了 一定是因为肝经先堵 因为肝经是胆经的去路 之后去路被堵住以后 才能到我们的胆经 所以拍的时候 我们捆不两侧 你手一定要握成空拳 一定要握成空拳 不要握成实心的空拳 你听我的声音 拍到出来的声音 慢慢通过膝关节 一直到了怀关节以后 转过来 从内侧上来 把副个钩也轻拍一下 然后再过来胆经拍下去 从内环又回来 然后副个钩 那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拍 臀部这块的时候 这个地方 要重点拍打到 慢慢下去以后 膝关节上下 要重点拍打 反回来以后 也是在膝关节上下 重点拍打 然后再上来以后 副个钩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重点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 肝胆经的拍打的方法 我们终于会讲说 哎呀你这个人睡眠不好 因为心肾不焦 心肾不焦 心怎么调 我们有 手梢云心筋 在我们 手梢云心筋 什么 靠小指 靠小指这一侧 内侧 那是我们的手梢云心筋 手梢云心筋 有个很重要的修业 叫神门穴 它是我们手梢云心筋的圆穴 那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手腕的暗痕 这个腕痕纹这个地方 哎 这个位置神门 还有一个什么呢 灵道 那么我们自己做调理的时候 很简单 这个挂扎板 这个凹槽 哎 我们把它卡进来 卡进来 哎 你看 卡进来 就可以梳理到我们的 手上云心筋 我们讲一下 穴海穴 穴海穴怎么找 你可以屈膝以后 用你的右手 放在左边膝盖的下面 把这地方抱住以后 拇指压的位置 就是我们左侧的血海 啊 就是我们左侧的血海 那如果你要找右侧 你就拿左手来 就好找 啊 就好找 我们的三音胶 三音胶在 先找到内怀间 我们的四痕指过来以后 摸到我们的颈骨 颈骨的后缘 就是三音胶 那么可以用手去按揉 可以用手去按揉 也可以用挂扎板的后脚去叠 还可以拔罐 你如果说觉得按上去太累 那么省事一点 你就可以给自己拔罐 这个流罐的话 可以留个五到十分钟 根据自己的情况 耐受度 就注意 尽量不要让他起水泡 但有的人湿气太重的话 有可能一拔 三五分钟他也会起水泡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太紧张 他没有 没有什么副作用 反而效果也很好 效果也很好 那这是我们的三音胶 你可以按揉 可以去刮纱 可以拔罐 反正只要你刺激到他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三音胶 好 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 腹部五的刮 那么我是站在给你们演示 你在家的话 躺着坐也可以的 坐着也行 腹部五代 首先是我们中线的韧脉 那么中线韧脉的话来 你要分两段来刮 从我们的胸尾 就是这两个肋骨 中间这个地方 胸尾起脉 到肚脐 然后下去以后再 从肚脐往下 然后再做 两边 肚脐旁开两寸 是我们的胃筋 肚脐旁开四寸 是我们的脾筋 那么五代 就刮了我们的韧脉 和侧面的胃筋和脾筋 左边也就一样 那你如果想要瘦身 腹部五代 还不太够 侧面还有我们的代脉 这个时候我教你们一种握板的方法 你把这个板 薄的这个地方放在我们的大鱼筋这个地方 这样抓住以后 从外往内刮我们的蛋白 这边也是一样的 其实你做这一块的话 经常一块板在身上 有时间就拿出来刮 有时间就拿出来刮 你刮腹部五代 也可以用这个抓板法 我们这样一把抓住的抓板法 可以用 用大鱼筋来用的 也可以用 这样子也可以用 腹部五代刮 作为腹部减肥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 你的便秘 或者是肠道这块不好 也一样 效果非常好 只要你能静下心来 坚持每天去做 如果说你不想每天做 那还是一样的 那你就抹上刮刹油 让它出杀 让它出杀 然后杀退以后 你再做下一次 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的演示就到这里 我们下来演示一下费经的书理 我们的手太云费经 起于中胶下落大肠 还须胃口 然后上阁 从这个地方中处云门出去 出去 事代而来 我们的手的内侧 靠近大拇指这一条 大拇指这一条 那么我们用观察板梳理的时候 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隔着衣服 而且不用去纠结 你要找哪个穴位 你要找尺责 找孔罪 经期太阳 不用不用 你就一摆下去 长点可以直接到 通过我们的鱼记 到哨上去 就把一直梳理 如果说你不想每天梳理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隔一座 你就 直接在皮肤上 抹上我们的刮纱油 然后直接去做 因为你刮纱 出纱以后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先去做了 等到这个纱消退以后 再做下一次 所以我们刮纱有个很大的原则 就是不可以带纱刮纱 一定要纱退以后 再做下一次 那正常的梳理的话 其实就是隔一 就是隔一 隔一以后 然后让皮肤有桃红 或是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中辅云门这一段 中辅云门其实就是在我们手骨下 大家可以来轻轻推一下 很多人这个地方会比较痛 尤其右侧 很多的右侧 因为我们肺是主要是主降的 所以说左边以身为主 右边以降为主 所以右侧的 这个鎖骨下 这块中辅云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肺出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开肺门 你那可以推一推 也可以用刮纱板 自己刮一下 自己刮一下 两边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刮一下 这就是我们背景的梳理 除了手法的处理 我们再聊一聊 日常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日常中 很多人有个习惯 喜欢晚上去夜跑 或者是去健身房 锻炼身体 中医反复强调 春生下长秋收冬长 我们一天也是有四季的 有时这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 下午到五点到七点 就是十七点到我们的十九点 已经是秋天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要收敛自己了 那你这个时候跑到健身房去 大人的出汗 或者你夜跑出一身大汗 当时是觉得自己身体比较舒坦 因为你做了一个宣泄 但是你一扰动了我们身体的阳气 这个是不好的 睡眠不好的人建议要改掉 但是也有一部分说 我就觉得晚上跑完步以后 睡眠很好 我就喜欢去累 这样跑完以后 倒床上就睡着了 你要明白一点 你最终睡眠的目的 是让自己的经历越来越好 不是仅仅是为了睡着觉 你跑上一年步 你可以看看你的身体 夜跑一年以后 你可以对比一下 身体有没有比之前更好 这个很重要 那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促进睡眠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睡觉前 选择一个比较舒服的 一个姿势来静坐 静坐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大拇指 就是我们握拳 握拳 大拇指握在我们的掌心 握在掌心以后 你静静地去感受 我们拇指尖的一个脉动 你就感觉 你发现拇指在跳动 那你守住这个脉动以后 调整自己的呼吸 然后让自己的呼吸 慢慢变得又深又细又长 很均匀 你可以感受一下 每天花个几分钟十分钟这样子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静下来 总的说来 关于睡眠 你们记住一个大的原则 天清地暖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的头要凉 脚要暖和 还要温暖 很多睡不好觉的人 脚是凉的 脚是凉的 那所以说很多人 晚上睡觉前 他泡一个热水脚 他觉得睡眠会改善 就是这个原因 泡热水脚的功效 就是让人的脚暖起来 把上面的热 降下去 把它引下去 有点像这个 引火归原的这个感觉 那么你们注意点 晚上泡脚 可以赶上睡眠 但是 不可以出汗 或者说只能有点微微的 这种汗 就好了 千万不要贪 不要贪 因为快要出汗的时候 感觉是很舒服的 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不要贪 讲到这的话 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现在很多人 不是入睡困难 是你错过了 最佳睡觉的时间 真正养生来讲 你要知道我们古时候 它是没有电灯的 对不对 古人睡得很早 什么时候睡觉来 应该是害时 害时什么时候 就是晚上的九点 那你想九点钟 怎么会睡觉呢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 很多人 在害时的前一个时辰 叙事 也就是七点到九点这段 很多人就很困难 简直觉得这个眼睛睁不开 因为种种原因 你可能需要工作 或者你认为这个时候 不应该睡觉 所以你没有睡 好了 等到你到了九点钟以后 你突然发现 自己越来越精神 睡不着了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不睡觉 十一点是没办法 必须得睡 结果躺床上睡不着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 尽可能的在 需要睡觉的时候 第一时间去休息 你不要考虑说 我现在才七点钟钟 我怎么能睡呢 万一十一点醒了怎么办 不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你就是需要睡觉这个时候 而不是在那硬扛 然后超过这个时间以后 好了 把原本储存的气血 又掉出来用了 你反而睡不着觉了 那你第二天起来 很多人起来以后 什么呢 头昏脑胀的 是吧 反应也迟钝 精神又很疲惫 那这样的睡眠质量 就很差 很差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错过 最佳的睡眠时间 最佳的睡眠时间 本节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 下节课的主题是 月经不调 用生命 引领生命 养爸爸育儿 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医 主动上手实践 变成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